歡迎好朋友來到 谷海大丈夫 現場我們邻請到的是永成 國際透過程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建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昨天的回答的一個表現 讓今天的台股早盤先衝高 大漲了一百五十三點之多 那當然AI股當然就是 明明彈彈彈台面的重心 可是老師到收盤卻發現 這AI股原本的那個氣勢 似乎又開始弱了下來 沒辦法撐到最後對不對 比如像技嘉今天一早亮燈漲停很強 但尾牌又掉下來 對 鎖不住 好 照理說 照理說大家應該要期待 這個回答的財報 因為財報還沒出來 明天嘛 那照理說你手上有AI的人 你應該會很期待財報 因為既然這麼好 看好它 對 那回答的財報利多 應該會迎來一波大漲 對啊 或者說後面再來一個更大的波段 因為既然這麼賺對不對 因為財報沒出來 大家都在猜 可是你現在願意去持有AI的人 你應該是期待財報之後 利多會大漲 然後你後面可以再賺一個波段 對不對 如果你看好AI的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市場 市場 現在開始在警方 市場的行情會說實話 為什麼今天 最後尾盤都撐不住了 是不是有人還是怎麼樣 半信半疑 那是誰半信半疑 昨天叫你花30秒想一想對不對 沒錯 昨天讓你花30秒想一想說 如果現在全中華民國 股市裡面的人 大部分手上都有AI的話 那最後AI的利多 那股票要賣給誰 在山頂上的AI 最後誰要來接呢 誰接手 那因為AI的熱度都還沒減 所以大家都在高檔對不對 震盪嘛 是 那我說好啊 如果你這麼喜歡做AI 沒有關係 我跟你們講說 那你要做 那你要怎麼樣 因為眼前他沒有大波段啊 確實沒錯嘛 都是漲一兩天就跌一兩天 對不對 沒錯 那既然這樣子 我說好 那你這麼愛做AI 你又沒有 除了AI 其他你又不願意做 那我是不是告訴你 你要買黑賣紅 我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如果你想要賺一點價差的話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是 我早就跟你講了嘛 我說要不然就不要碰嘛 那你要碰 你千萬不要去追嘛 你就等拉回啊 是 所以你看到前兩天 廣達委創技嘉是不是拉回 對 那拉回 你不接 你要看到揮答大漲 今天早上再去追 你今天才要 你是不是直接開盤是開高 對 那開高去追 你的勝率有多少 我現在我就用這三檔來給你看 技嘉最明顯 老師我們看2376技嘉好不好 因為技嘉今天是工掌停板 他的氣勢是強的在盤中 2376的技嘉 來 技嘉 你看他在盤中是 技嘉如果你開盤去 技嘉已經算強的喔 對 你開盤去 到今天收盤 其實沒有 沒什麼賺投 你開盤去追 有啦 還是有一點 一點點 當衝還是有一點肉 一點點 那是這一檔非常強 對 但但是如果 那如果你最近是偽創呢 3231的偽創 它 來 是走低的 只要開盤 你看今天的大盤 看到揮答大漲 你昨天不接 昨天你不去接 你今天開盤才去買 一路掏到底 是不是 一路掏到底 是沒有甜頭的 一路掏到底 一路掏到底 那 偽創我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說 外資連賣兩天 八九萬張 對 我們錄的時候還沒有盤後籌碼 那到這個晚上出來了 主要外資去接一萬張了 對 對不對 主要外資接一萬張嘛 從籌碼動向可以看得出來 在上週五跟週一 上週五他們是大賣的 到了昨天 對不對 外資接一萬張嘛 有 那人家外資昨天 他就是怎麼樣 他前兩天 砍下來 對 砍下來昨天 他就去接了 所以你看昨天的偽創 其實比廣達還要強 因為偽創有一萬多張的外資 開始接 對不對 好 那今天直接開高 今天你直接開高 這一萬多張可以走了 不是嗎 那他們 因為今天 今天的高是在一二七 對他這一萬多張來講 他有賺了 他就可以先 五六塊價差 先放口袋 先賺起來 一張四五千 四千一萬張 不就四五千萬嗎 他們是這樣賺的啊 那你如果手上一張兩張 你要這樣做 那也可以啊 可是你就要 我就告訴你嘛 因為他是一樣 雖然他現在是檯面上最熱的 對不對 可是現在 你現在在高檔 跟他做價差 跟三頭斜照的 沒什麼兩樣耶 心情不同 那個上面的心情 沒什麼兩樣耶 我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現在都不是從幾十塊漲 才要開始漲 一個是在高檔一樣震盪 另外一個 三頭斜照一樣震盪 我是告訴你 那如果是同樣這樣 你要做哪一個 讓你心情很安心的啊 低檔 你做這個你會比較安心嗎 可是前提是你要昨天去DJ啊 你昨天沒有去DJ 你今天開盤才去做 那你有沒有討到便宜 沒有耶 你沒討到便宜耶 對不對 好來 還有一檔廣達 2382廣達 好 就這三檔 好 一樣喔 以收盤跟開盤比 是你開盤開高 當然中間有拉上去啦 那 除非你是當衝的 你這麼愛做當衝 今天你要這樣衝 手腳要夠快 手腳要夠快嘛 但是做的會不會膽脹心情 會啊 而且你要盯著盤開 搞不好還有人是 這邊才去買 尾盤就被套了 嗯 是 那更不要講有沒有人開高 有沒有 嗯 開高就去空 或者剛剛才去買 重點是 嗯 你不是當衝的人 尾盤就下來了 那你如果開完去買 尾盤下來了 你有沒有討到便宜 沒有耶 除非 一樣 昨天是外資 連砍三天 賣賣 有沒有連砍三天 是 我說你如果跟著外資 你看連砍三天 對不對 比如前兩天去砍 你昨天去砍 今天拉上來 你又怎麼樣 財停利或停損 今天一拉上來 你又少賺 一張少賺一萬 對不對 那你 如果你昨天敢去接的人 喔 那你今天有一萬多的價差咧 可是如果你要看到 揮答大漲 今天才進場 你有沒有便宜 沒有 沒有便宜嘛 對 是不是 所以 最近AI股你要怎麼做 操作難度好高喔 現在的AI 一樣啊 就是不要追漲嘛 不要去殺低嘛 其實都是一樣啦 不管你做什麼股都是一樣啦 那現在 因為它現在沒有大波端 懂 它在高漲震盪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想說你只要追了 你都怎麼樣 很容易解套 如果它在一百多塊 一路往上的時候 你怎麼追 你怎麼賺 對不對 兩年前的行業是嘛 你一百塊賣掉 一百二 一百四一百五再追 它有到兩百給你賺嘛 可是現在是 全部都在高漲震盪 你追就不一定賺得到了 你要搞清楚 這個局勢已經不同了 所以這種局勢 你要怎麼做 就是跌的時候你要敢買啊 可是跌你又不敢買 你想說這麼亂 多空交戰 會不會越接 又下去怎麼辦 所以問題出來了 問題就出來說 你對這家公司的掌握度不夠 所以你會隨短線的股價震盪 上上下下 好那又說話 話又說回來嘛 那如果大家這麼看好AI 那為什麼前兩天你要去砍咧 對啊 跌下來的時候 你的動作是什麼 是砍嗎 確實嘛 前兩天是在賣嘛 對不對 老師我都沒賣啊 你看這都是外資在賣啊 偽創也是 不是我賣的啊 前兩天都是外資在賣啊 對 那如果你抱得住的 那你這兩天沒有被它洗到嘛 那你抱不住的咧 我說你要跟著外資賣 跟著外資賣 那你是不是又慢一步 對 對不對 那你看喔 廣達這幾天上去又殺下來 是不是都外資 是 可是你有沒有講 買上去也是他買 所以他的成本也是往上買 然後賣下來他也是往下砍 所以他的成本絕對不是賣在最高 對不對 買往上買上去 往下買 就往上買上去買 也不是絕對買在最低 對 所以你記不記得我在上禮拜 我一直給你調外資的操作成本線 對不對 告訴你說其實他們並沒有什麼賺 所以我說什麼那些外資交易員啊 外資超盤手 你不要被他們騙了 因為把外資的交易成本線調出來 你就知道說 他們到底有賺沒賺 是 該怎麼看 其實老師在這段時間一直也都有教大家看 從外資他們的動向來看 有沒有 紅色跟綠色就是外資的買進跟賣出價 對 的平均成本 整條線都貼在一起 幾乎都是交疊的 整條線都貼在一起 對啊 那他到底有賺沒賺啊 賣出的成本跟買進成本 整個線都黏在一起 對啊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 一下買 又一下賣 這幹嘛 就為了那個1% 0.5% 然後再衝什麼 衝幫他們代鈔的那些大戶 客戶的怎麼樣 手續費 那如果你跟著外資做 你賺到了嗎 你這樣賺得到嗎 其實他們動作這樣一買一賣 幾乎他們是沒有什麼樣的 貨利空間的 你也看到了嘛 我就用這三檔股票 你就發現說 偽創也是他前幾天拉上去的 然後他自己再把他砍下來 就是這樣 廣達偽創都去 那你要怎麼做才賺得到錢 你就不能跟在外資後面 你要怎麼樣 你要超前他一步 這個我從1月到現在來到中市 我一直跟你講這個概念 是 是不是 沒錯 好 所以現在呢 那結論咧 結論我現在就告訴你嘛 大家都在等 對不對 有人等 有人不願意等 不願意等就是我這兩天 DK賺到我就先走了 那你還不願意 你 現在等的有兩種 一種就手上有AI 對 一種就手上沒AI 對不對 那等什麼 回答財報啊 就見真章嘛 成績出來 對不對 禮拜四你就知道了嘛 是 那知道有幾種結果啊 利多出境 利多出境嘛 利空那就完了嘛 對不對 那肯定就是這樣子嘛 那第三種結果 你期待的是利多 然後他後面會再標一個大波段 對不對 那你猜是哪一種 你要猜嗎 不想猜的人 有賺就先走了 對不對 那很相信 財報會 超乎預期 然後會大漲的 那就繼續抱著嘛 對不對 那 猜也猜不到 對不對 看不懂了 那就怎麼樣 七上八下的人 就短線在那邊 那就 騎棺山看北修潭 對不對 隔山觀母鬥嘛 所以現在市場上有很多 就是幾派人對不對 一個就是手上有AI 對 一個手上沒有AI 對 一個老師你剛剛說 騎棺山看北修潭 對 那還有的 有些手上是 還有軍工的 對不對 所以 我今天 我在我的Lite 8 我做一個簡單的統計 我們做一個田野調查 我說 投資人你現在手上 我現在就分幾種 第一個 手上 全抱著AI的人 第二個呢 手上 沒有AI 買的是 非AI的 科技股 科技股 對 好 那第三種呢 是 非AI 非科技股 也非AI 可能抱船產 抱金融 或生技 等等 好 那第四個呢 老師你剛剛說 騎棺山 對不對 就是隔山觀虎鬥的 看北修潭 有沒有 這幾類嘛 有沒有第五類 我 來 成成家族嗎 對 那第五類就是 我們的會員 就怎麼樣 富貴穩中求 對啊 成概股 報警處理 成概股 山頭邪照 是啊 報警處理 對 等怎麼樣 等AI資金有沒有 AI資金 開始 外溢出來了 撤退 回來台後我們的成概股 就這五種 對不對 那你是哪一種 你覺得你是哪一種 然後你的操作勝率會高 然後你對你的股票的掌握未來 賺得到錢賺不到錢 你的把握度很高的 你加LINE 歡迎來留言 加LINE 好不好 好 我們有幾個選項嗎 1234 我們就玩個小遊戲 OK 你今天加LINE 你就可以去可以看到 1234 其實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 其實我玩這個遊戲的目的 我也是要讓你在買股當中 讓自己稍微冷靜思考一下 你是屬於哪一種 然後你好好想想 你為什麼是屬於這一種 我剛剛講有AI 有 第二個是非AI的科技股的 第三種是非AI非科技的 非AI的 船產啊 軍工啊 飯店那些的 生技啊 那第四呢 隔岸觀虎鬥 空手隔岸觀虎鬥的 四大類 第五呢 陳德家族 死報成概股的 我們是安心報 好 所以呢 這五類你是哪一類呢 老師來做個調查 留言給我 好 加LINE 加LINE 我按照你的回覆順序 我這禮拜六 禮拜天 我是不是要辦這個 超低轉機股的 對 這個實戰分享會 對 因為我們六月的這個 其實我們每一場的分享會 後面股票都很標 對 都很精彩 那這一場呢 我給你選什麼 我不跟你講COWAS啊 因為COWAS你早就聽我講過嘛 因為六月那時候你聽我講 你就可以買在六七十塊的萬論 一百一的星雲 還有這個 魏華科 這個五百塊的紅素 對不對 都有 好來 好來 那這一場我跟你講什麼 超低轉機 什麼叫超低轉機 就是股價 哇真的是 低到幾乎都已經快要 對 不成股型 破底對不對 然後 這個來到田林密區 山頭斜照 你可以開始怎麼樣 有那個破底翻 那營收後面上來 有轉機性 想像 三四個月前的廣達 七八十塊的 偽創 三十塊的偽創 三十塊的偽創 八十塊的廣達 那個時候 你如果給你買到 那你不一張賺好幾倍 其實老師你那時候六月份分享會 也只有跟大家分享啦 那些股票 好來 好 那你剛剛講說 我們講玩個小遊戲對不對 你現在是屬於哪一種人 有AI沒AI 傳產的 好來 加賴加賴 你加賴 你來跟我講 一二三四 你是哪一種 一二三四 我到時候我的分享會 我裡面我會有幾支轉支股 轉機股 你有來玩小遊戲的 我就怎麼樣 我就請我的特助 把温娜吉當轉機股 按照回覆的遊戲的答案 優勝順序 告訴你 好嗎 直接來分享轉機股囉 對 好 來 好 趕快 所以 趕快加來 這兩場 禮拜六 下午兩點到四點 禮拜天 下午兩點到四點 各一場 這兩場都一樣的內容 依你的時間 你就挑 你方便的時間 我過去都只有一場 但是在上次的COAS 因為有人想要再參加 其他老師的分享會 所以我就佛心來著 我就給你兩場 讓你時間可以選 對不對 這一次比較辦理 可是我就告訴你說 如果全中華民國投入分析 都在辦分享會 我的你一定不要錯過 我沒有叫你不要去參加別人的 但是我的你絕對不要錯過 真的 所以我還特別給你開兩場 對不對 給你兩個時間 禮拜六你要去聽別人的 禮拜天你來聽我的 禮拜天你要去聽別人的 禮拜六你來聽我的 你都可以參與得到 但是這兩場就麻煩你 兩點到四點這段時間 空下來 看你要用家裡電視看 還是用手機看 用你的平板看 用家裡電腦看 都可以 但是我只有在這兩個時段播出 這兩個時段之後 那就沒了 就關了 就跟COWAS那一場是一樣的 好嗎 在那邊做個預告 所以如果你要報名這兩場的 你要報名這兩場的 麻煩你利用廣告時間 直接電話打來報名 好不好 電話打來 請你留下真實姓名 還有你的電話 好嗎 那好方便我們跟你確認 那一樣喔 你加LINE來報名也是可以 同樣的 請你留真實姓名跟電話 聯絡方式 好不好 好來 時間把他給您了 來加LINE打電話囉 那進廣告之前呢 我們下一段 我要跟你講一個東西 這非常重要 來 今天的新闻 我會跟你講一下去東來西 這段時間我都跟你講過對不對 好來 我要跟你講 這個東西外銷訂單 連死一黑 重點不在於這個標 重點在於這裡面 一大堆密密麻麻的 數字已經在透露出什麼 玄機 透露出我剛剛跟你講的 轉機 超低轉機股在哪裡 好嗎 好 我們下段節目再回來 謝謝各位 看見山頭斜照 低檔轉機股 建成老師將在這個週末 舉辦線上演講會 不只親自幫您解答您手中個股問題 幫您禮貌換袋子 更要教您超低轉機股 讓您財富逆轉勝 即可掃描螢幕上方QR Code 或撥打廣告中電話完成報名 好來 我說外銷訂單連死一黑 這個這麼一排黑黑的大字 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對啊 嚇壞了 但是 不要看標 看內容 你要看內容 內容什麼 因為正大光明的背後 暗藏的什麼 暗藏的什麼 暗藏的你可以抄底 後面轉大波段的旋機 轉機在其中 好來 我曼你再次出來 是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 我們的這個統計數據出來 經濟部的出來 出口的 高效運算 人工智慧 車用 然後怎麼樣 這一部分都是還怎麼樣 需求 都是需求還是不錯 是不是 可是你要去看啊 需求好跟不好 重點怎麼樣 股價的位階在哪裡 反映了沒有 好 然後呢 下半年怎麼樣 消費型電子 怎麼樣 新品拉貨推出 備貨需求 有機會怎麼樣 升溫 有機會升溫 來 你們常聽說 什麼股票轉虧為盈 然後怎麼樣 股價就噴了對不對 對 從虧錢變賺錢 都還沒賺多少 就噴了有沒有 這就像拿了進步獎 對沒錯 你看到美國的 揮達400多塊的股價 一股對不對 400多塊美元 你知道揮達賺多少嗎 賺不到一塊耶 它的本益比是200多倍耶 你知道嗎 200多倍耶 那你懂了沒有 那一樣嘛 所以接下來 所以從經濟部給我們的數據 告訴我們說 下半年消費的電子 開始升溫 會升溫 對 那消費電子 現在是不是很多股價 屬於非AI的 然後被人家棄養 因為之前一直去庫存嘛 他們股價都很低嘛 被人家賣掉 然後跑去追AI 所以這些消費電子 是不是被人家一路一直砍 一直砍一直砍 對不對 那如果下半年 它如果升溫 開始回溫了 那營收如果回來呢 那這些個股 是不是會從底部就開始 又一個大波段上來 一個轉機出現 有沒有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 你跟著經濟數據的預測 來事先底部買進 來到甜甜價甜蜜區 然後等營收升溫上來之後 股價上來 你覺得這樣做比較安全 還是你現在要買 已經怎麼樣 像今天兩支漲停的四星KY 對 像這一些都還高高在上的股票 你覺得 我想如果你是空手的人 你要選擇哪一種 右上還右下 你要選擇哪一種 你可以想一想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告訴你 我做股票 我都是超前部署 所以兩個月前 對不對 COAS 在之前 帶你做高價股 CCL都是這樣子 沒錯 都是領先卡位股局 那這一場的 尼貓換太子 超低轉機股 財富力轉勝的分享會 就等你來跟我一起 線上報名 線上見囉 對沒錯 來直接加LINE來報名 還有你想要來告訴老師 你是1234哪一種人 你現在手中的持股狀況如何 一樣加LINE來填寫囉 再次感謝您收看 來記得廣告中電話 直接通通來報名囉 那我國外大帳服 陳建成 帶你富貴 穩中求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